连续两天的共识营在凭证举办 这次邀请到双语联盟指导教授 陈超明主讲以及师范大学教授等全台师职 推出15场双语教育相关讲座和工作坊 主题涵盖双语教学 绘本歌谣以及游戏融入教学 AI先进和数位科技导入等教学 今天的一个研究营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增加我们外师跟中师 在双语教学这一方面 理论跟实语这一方面的智能 其实最重要就是 如同我们最近订定的中长城计划 所谓的笑笑双语生生因生 我们希望每个学生能够因为我们双语教育的推动 在他的各种的能力 语言的能力 其他能力里面都得到更多的提升 所以我们在桃園的双语的一个教育过程当中里面 不是只是精英教育 我们希望是普及教育 希望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些双语教育 比如说某一个学科做群语的教学 或者是在一些创新学校里面 三明治的课程做双语教学里面 提供各种不同的示范跟可能 让我们的孩子学得更精彩更有效 桃圆市双语辅导团的推手教师们 更是首次在共识营进行大规模的分组教学演示 也集合了75位校长的课程领导人工作方单元 还有由一新双语创新学校等校分享 包括双语教育 国际教育推动经验 以及美西教育参访团的学习成果 我们会先做一些课程文 然后会制作剪报 剪报的部分呢 会放在很多读片 然后使用稍微简单 或者是剪短一点的单语 因为以Alice老师来说的话 他是教一二年级的学生 就是比较年纪轻轻的 可能一刚开始学英文 所以呢 他就会使用很多的自体语言 还有使用PTT的各种图片来上课 将会让小朋友比较好理解 在一开始的时候 老师会希望学生对他们先感到放松 就是至少让学生在与老师交通的时候 不要感到这么的紧张 或是这么的害怕 然后再来他说身为一个外国人 他觉得EMI双语教育 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可以参与在这个课程里面 然后使老师也可以跟着学生一起成长 一起去讨论或是去学习或什么交双与教育 那因为这个共事营 他的研习的课程规划内容 大致会分为中外老师们 他们课程技巧上的一个智能的成长 那另外还有行政端规划 特别是课程领导人 校长们的专业培训 那我认为从行政端跟实识面老师执行端 都有一个相当好的真能的机会 那回到学校里面 我们能够带给孩子们 在双语学习上当然会有很大的增长 那双语的教育它不是利用课程在教英文 其实我们是用英文在教课程 那彼此之间透过这种双语的沉浸式的教学 让孩子在课程里面能够自然而然的去使用 这个英语这个语言 在生活上能够适时的去展现出他的学习成果 那我想这个是双语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核心 陶渊师推动双语教育进入第六年 除了推动培育在地双语种子教师 推动外师学习华语 成立双语推动办公室 以及双语推手教师团队定期进行公开观议课之外 这几年更是持续举办国小中外师之培训公司营 要藉由凝聚共识以及经验的分享 达到提升学校竞争力 或止失神英语力的愿景 记者东予飞评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